今天带过来你们印度农村的 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办婚礼 转一转 我哥哥一家四口 我们五个人来参加这个婚礼 这个可以说是穷 不是特别穷 就是穷 来看看他们人派吃的什么 现在这个呢是甜的 然后它是肉棉 所以我们要做炸饼 然后应该有一个沙拉 它在肉棉吧 一个人在做圆圆的 然后就是炸饼 这个是沙拉 有胡萝卜 有红萝卜 洋葱 西红柿 一点令门来叫做的一个沙拉 然后还有 这个是大米 还有大米 然后这个是大 就是黄豆做的大糖 然后这个就是糖 黄豆做的 冰醉都做的 这个是菜 一个菜一个大米 然后大米 这菜是用的是煤切 他们安排的还行 不算是特别穷 如果有特别穷的话呢 有大米 有大米 一个菜就OK了 然后呢 是他们不会用什么煤气 他们还是少人 有饭 还有木头 这边是出厂前 用的时候的东西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装门 是照顾这些的 怕丢还是怕被偷的东西呢 我吃的也太干净了吧 别人还好吧 然后他们会扔一些东西 我不喜欢扔东西 这个家他们安排的还行啊 大家都在坐在桌子上吃 有桌子 然后有一只 他们就安排的这个 如果有穷人的话呢 那没有就这一只 都是地藏 然后就是地藏 给那个香蕉的 那个椰子上面给吃饭的 那边有两个人 他们就是收红包的 谁来了 给了多少钱 那个亲戚多少钱 他都有记录了 然后一趟门口那边 就是坐着 收钱 跟中国一样的 中国也有红包的那个习惯 这个来的酸奶 我们这个当机是装饭 是做酸奶的 所以酸奶肯定会好吃 我来一个 然后我家里吃了都不好 不吃酸奶 这个地方是结婚的时候呢 那是新郎还有新郎 在这里坐着 然后我们是所有的人 大家都在这里看 完成了以后 是去避免家里办事 那时候 我们不能进去 这个是这半 就是我们传统的 那个婚礼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他们自己 手做的 这是农村人 他们自己做的 好像新郎都已经来了 让我去看看的 哥哥都吃饭以后 就学习了 从教的 找地方去教呢 我这里是要看婚礼的 我就看看 我就看我 对对对的来了 新郎的车 新郎 这个是新郎 他自己买的车 新车 嘎嘎新的车 几天之前的 那算是我们不是穷人 他是黑型的 如果比较我的话呢 比我们好 我弟弟的结婚 都是去那个 营业办公里的 他还有那个电话之类的 我没见过他们跳舞呢 嗯 都十二天办了 下到新郎了 那什么时候办公里 这个是我们这边 都很正常的 这个第二道 在右前人 他们会早一点到的 但是 我们普通的人 穷人来的玩 先人就是做新郎 那边的人做的 对 那新郎那边的人 先他们会学到 这个喝的奶茶 奶茶喝完了以后呢 是要给他们打 那什么吃的东西呢 就是饮食 然后就开始饭 嗯 都开始给了那个饮食了 每个人都有一份 那里面应该有一个 什么伞 还有一些甜食 小小的东西 然后再给那个喝的睡 好一点 整的话呢 有饮料 这里心脏关已经到了 然后在里面 放一件衣食 里面穿的是 因为我们做一件不同的事情 应该是用弟弟的狗铺 嗯 今天做的那个 带猫子的这个作品的 它是新郎 我觉得 喊得好 肚子好 天下也好 比他的朋友好很多 已经开始了 都来了 新娘也在上面 然后前面是 我的右边前面是我弟弟的轮廓 穿红纸的杀铺 现在开始 拜拜他的老公啊 新郎 新娘 拜拜 新郎 嗯 这个以前我们没有 以前农村不是搬借好了 有钱人 城市里面 他们搬着 现在就 普通的人 他们也开始出去了 哼 那就我们外面的人 住这个地方 能卡新娘新娘的 然后就给他头上电 这个空间 我也不太知道是 应该是怎么怎么正的 但是现在不是没有 波罗门吗 所以这个不是传统文化的事 嗯 这个是现在我们 电视里面看的 然后就跟电视说的东西 哦 给他为一点吃的那个甜食 哎呀 胡香味 不要了 新娘不要了 都已经 哎 香气了 我给你了 那我也不给你 嘿嘿 嗯 这里就是要换那个 呃 响链吧 啊 就是中国有换戒指的事 这里就我们没有戒指 之类的东西 就是这个响链 但是换下来也不代表 就是结婚了 我们结婚就是 有可能你们看过 印度的夫女们 她的头中间有一个 红色的鞋 头发中间有红色的鞋 那个是代表是结婚的 耶 然后他也被 哎 管了 然后他也给他劝拍拍照片 就这里完事了 哦 OK 这里就是网上了 这些小姑娘生气了吗 还在这种东西 巧克力还有花呢 哈哈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我觉得好像没人给他们弄抱呢 哈哈 嗯 这些绝对是新亮塔的朋友们 然后摸摸叫 老公的叫 还没当老公 摸摸他的叫了 晚上的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其实 但是我不能进里面 所以我没看过 没录过视频 我们这些准备回家了呢 弟弟家的晚上他都不想 我们找他妈妈了 要跟我们一起走的 他的他的 他的就做红 他什么都不行了 给他吃的饮食 他都不行了 没办法 我们要走了 走吧 再给你们看 弟弟的那个 咋梦娘家的农村怎么样的 还行吧 那个普通的农村 没有什么好的 也没什么不好的 正常我们比二方 这边的农村 就这样的 这样的 如果二等级一等级的农村 那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的 就这样的 二等级比其他都好 昨天办的婚礼 是我的弟弟病毒 他的老婆 他的亲的妹妹 他的婚礼 应该是弟弟要走的 我们忽然去的 所以就提前没准备好 然后呢 是他的老婆 我弟弟的老婆 他去的那些国产 我都没拍上 本来是弟弟老婆的事 我不能拍他的视频了 但是 因为是有这个婚礼 然后呢 是他们两个夫妻中间 有什么矛盾了 吵架了 然后吵架过去的 我都不知道 怎么时候他走了 但是吵架的时候 我在我看了他们吵架 我也没问 因为我跟弟弟的关系不什么好 然后呢 是弟弟啊 我的印象超级不好 以前呢 他跟有一个一个 我的叔叔吵架 然后呢 说过 其实你别跟他吵架 也不是吵架 他才大 那个叔叔呢 其实那个叔叔的年龄 年龄不什么大 比弟弟笑 然后就 他才大呢 大得很 我去 不让他大 他就是打我了 那我害怕 有可能这一只又会打我 因为他生气孩子 怎么样的人 他没变化 我到这么长时间呢 他都一句话都没说 他不会任何说话 怎么样怎么样 从来都没跟我的孩子们 打电话是拼聊天 还是问我 到了以后问我 弟弟怎么样了 又怎么样了 所以他的事 我也不管 我们管不了 但是他的老婆 老婆 还有那个 他的哥哥 打我电话 他说是你 一定要来 然后兵逐不去 也没吵架 他人就这样的 有什么事 他不在 有什么期日 都不在 有可能你们见过 是我们撒红街的照片 还是这一只 拍灯街的照片 还是拍灯街的视频 他都不在 他不会来 所以我们现在说了 也没有用的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事 他都不去参加 我觉得是太对不起 他老婆 还有他老婆的家 所以就忽然 落叶去了 然后哥哥就 他全家都去了 因为嫂子在那边 一晚上他在办婚礼 那我们没有事 我们进不了那个地方 所以一张照片都没有 一点点的视频 我都没拍 在里面办什么样的 有别人的视频 我再有机会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就弟弟 第二天早上 他就去心里了 他就看病 他身体不好 特别不好 这样那样的 我们都尴尬 到了以后 大家都问我 弟弟的事 我说是对不起 别问我 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就直接说这样的 我不是这里的人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跟你的人联系 还是你问我个个吧 他会回答的好 我知道他会回答的好 他弄这些东西 他知道是怎么办 怎么证 我不知道 我就直接说实话 所以我说是别问我 我能盖的东西 我就盖了 我不应该去参加他的婚礼 应该弟弟要去参加婚礼 但是还是我去了 我知道到了以后 都没有坐的地方 一个晚上 我们都没有坐的地方 坐着 还有冷 特别冷 知道吗 在农村更有风 那么多的风 然后因为是有参加婚礼的 我看个个他穿了西装 那我不能穿这个乱七八的 幽龙裤之类的过去的 那我也穿了西装 但是我没带过来什么外套 之类的东西 那觉得冷 然后他都准备好去 那个杯子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个个的杯子 也太长了 然后我也不能盖这个杯子 但是冷 晚上四点钟以后呢 所以我觉得不行了 那就我也进去了 他的杯子里面呢 躺了一会儿 睡不着 但是就这样的 你看现在我都试点多了 我都穿幽龙裤呢 觉得冷 就变冷 比仙阳冷过了 仙阳又乱起啊 都不觉得什么冷 那就这样的 谢谢大家 以后我还有肯定会 还有好多机会呢 是参加婚礼 还有参加就 印度文化特色的那些东西 我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